大師兄 聽起來有點不好意思 你的臉本來是紅紅的 還是因為這樣所以才紅紅的 叫天歌的是哪一位 在哪裡 看起來非常年輕 為什麼已經像大哥級的天歌呢 接下來我們這裡有個資深 師謎 師謎 就是我們來清德副總統 對不起你們不同路的 對不起你們不同路的 請總統來致詞 今天的詩意看起來不太一樣 你們自己帶詩意來的是不是 這是第一次總統府的這個 會面 詩意是自己客人自己帶來的 非常歡迎2023年的職棒總冠軍 魏全龍來到總統府 我們魏全龍的老大哥 大師兄 林志聖 大師兄 他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 你的臉本來是紅紅的 還是因為這樣所以才紅紅的 叫天歌的是哪一位 在哪裡 看起來非常年輕 為什麼已經像大哥級的天歌呢 還有我們 也很受到關注的徐若曦 極力極勞龔冠冠 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我很期待大家 在新的球技中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接下來 我們這裡有個資深 師謎 師謎 就是我們來清德副總統 對不起你們不同路的 可是他也有很多話要講 我們是不是 歡迎他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心得 謝謝 我算資深球迷 中華職棒第一場球賽 我有買票去入場去觀賽 魏全龍 沒想到2019年回到中華職棒球場 短短三年 就得到年度總冠軍 難怪網路上說 小葉果然有料 小葉果然有料 我也是岳君章總教練的球迷 過去看他南針北討 魏國爭光 是非常欣佩 今天領導魏全龍 短短三年 就有辦法達到這個成績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發現總統對棒球也非常了解 剛剛點到了幾個人 都是加富玉曉的英雄 郭天信我跟總統 不知道郭天信我們談人 天竟你每一次上場 我都很注意看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極力極老 極力極老謝謝你喔 你在國際大賽都打到魏國爭光 打全聯打 我要衷心期待 徐若曦跟王偉忠 今年能夠身體健康 你們每一次上場我都非常注目 看你們兩個投球是一個享受 不過 要看你們的上場比賽很難 因為你們常常受傷 所以請你們能夠保持健康的狀態 多投幾場球 讓我們熱愛你們的球迷 能夠有好的球賽可以欣賞 感謝由你 重要直播隨時掌握 時事新聞不露街 一刀未簡 新聞看得更完整 國際重大事件 Catch時事最新脈動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